请两位领导 中普超想开示豪运国 走进夏商中普农产品批发市场 火红的灯笼高高挂起 摊位上的年货琳琅满目 现场吆喝声 谈笑声汇成一片 浓浓年味扑面而来 现场不仅有大家年夜饭餐桌上喜欢的冻品海鲜 也有菌菇干货 坚果零食等 还有厦门特色的老字号伴手礼 和一村一品农产品 你好 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产品 我们今天带来了我们大宅的特色 我们的火龙果的衍生加工产品 我们不但有火龙果茶 火龙果烘干片 我们也有一些做了手工 做了这个火龙果棒棒糖 火龙果面 欢迎大家来品尝我们的大宅的 12道火龙果特色村味 写春脸 写福字 书法家现场扑墨 让市民收获一份好彩头 糖画 捏面人 趣味套圈等年味特色活动 吸引了亲子家庭一起体验 我非常热闹 然后商家也非常多 商品也非常齐全 感受到这个浓浓的节日气氛 我们很快乐 买了一些牛排啊 还有些纸菜啊 还有些海产品类 主办方还携手金融机构 发放各类购物优惠券 为市民提供各类满减优惠超过50万元 基本上都是平价销售 到我们这个展会来呢 都可以买到你想要买的所有东西 本次年货节是胡理区电钱街道 着力打造的文旅商融合品牌 浪潮电钱生活节的第三季活动 前两季展现了胡理区慢行道的魅力 以及高期渔港丰富的水产品业态 此次年货节在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农业农村局和胡理区的指导下 将通过多种活动展示电钱不断提升的城区环境 商业业态和独特的文化氛围 服务辖区行业及企业 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消费 一方面是给居民春节期间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呢 也是为了出境我们的商贸院的进一步 具体发展 助力消费市场的繁荣 寒冬腊月辞旧迎新 电钱街道通过政府加企业加平台的联动模式 举办红红火火的市集 增添浓厚年味 一个个琳琅满目满载而归的购物车 映射出消费市场的旺盛需求 也承载着每个奋斗者 对未来的信心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